上午要张大眼睛上井发条 谨慎面对混乱的情况哦 下午呢逆转胜 一切渐入佳境 有贵人也有好消息 哈喽大家好 我是热光老师 欢迎收看8月4号 Today 3分钟新作运营 每天3分钟啊 掌握一天好运气 待会呢 我们再揭晓运势的时候 分4组 第一组爱情人均运TOP3 第二组工作运TOP3 第三组财运TOP3 第一组是我要提醒 你的加强戒备者 同时参考你的太阳星座 跟你的上升星座 一开始呢 我们来揭晓 爱情人均运TOP3 上榜的第三名哦 狮子座朋友互动带来火花 有另外一半的狮子啊 最近可能觉得 有一点挫折 不要心急哦 单身的狮子 在社交圈当中呢 可能出现聊得来的人 爱情人均运呢 上榜的第二名呢 是母羊座 扩大人际带来机会哦 主动问候朋友 跟别人联系啊 或者是呢 有什么好消息 有趣的事情 也可以主动跟别人分享 在交流之中 获得新契机 爱情人均运呢 上榜的第一名呢 是水瓶座 频率相同 擦出火花 也许是朋友圈 也许是职场 大家的想法相近 有共同的话题 越聊越起敬 人际关系方面啊 互动很危险 接着呢 我来揭晓 工作因TOP3 上榜的第三名 摩羯座 理性谨慎避免犯错 尖尖职场上的交流啊 似乎有一点螺生门 容易沟通失调 在你想不到的地方 是错哦 带着谨慎 理性的态度去面对 把一切搞定 工作因的上榜的第二名呢 天平座 远方好运关键进展 今天跟同事 远方的伙伴 朋友 频率相同 针对某一些议题 得到重要的结论 或者是决定了某一些 非常关键的合作 工作因的上榜的第一名呢 是双子座 沟通协调 好事上门 早上呢 比较容易遇到 伙伴的情况哦 一时半刻 还不知道该怎么做 想办法 会整资讯 找对的人解决 到了下午 一切渐入加进 接着呢 我们来揭晓 财运TOP3 上榜的第三名 巨蟹座 策略联盟远方得利 今天可能会谈定一个 多方合作的案子 或者整合出资源 带来利多的消息哦 也有海外远方的好机会 今天有一种机运 特别好的感觉哦 财运上榜的第二名呢 天蟹座 等待机机 投资获利 今天要保持冷静哦 投资方面 下午会有好的契机发生 在职场当中 整合不同的部门资源 会让事情进展顺利 财运呢 上榜的第一名呢 是金牛座 财员滚滚照顾家人哦 今天人就要花时间 处理财务的课题 也要花时间啊 敲定订单 扩大业绩 正财运走望啦 今天呢 同时也对家人很大方 有求必应的 最后呢 我们来揭晓 加强戒备的这组 上榜的第三名 处理座 进退两难 要有自己的想法 执场当中 可能有不同的声音 主管老板的想法 变来变去 让你不知道 哥怎么办才好 其实你心里都有答案 知道怎么样做 才是对的 下榜戒备呢 上榜的第二名呢 双语座 关注家庭 搞定麻烦事哦 在家庭方面啊 早上比较容易遇到一些 混乱的情况 可能是东西故障 可能是家人情绪 健康方面的问题 耐着性子去处理 下榜戒备呢 上榜的第一名呢 是射手座 混沌不明 自我关照 工作上的人际啊 伴侣关系 商业上的合伙 都有不同调 沟通不良的情况 你自己呢 要想清楚 自己要的是什么哦 更多 整体星座运势 与天象分析的内容 请参考 影片页面 内文栏中的连结哦 有任何的建议 想法 也欢迎留言给我们 也请所有的好朋友们呢 记得按赞 分享 订阅 Light Day 官方账号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早上八点钟 准时上线 记得天天收看哦 我们明天见